而自古以来男女有别 而台湾原住民族群除了男女的达物族 花年瑞穗奇美部落的厨房也有男女之分 部落族人为了附赠已经消失的男人厨房的文化建设 从七年前就在山林选定了木头建材 今年九月份展开了搭建 这个男人厨房究竟是用什么用意 又有什么样的功能呢 现在让我们透过镜头带你一块来揭晓 木头梁柱建筑编造墙面再加上茅草屋顶 这一栋建筑结构的房设乍看之下 和一般部落传统房屋没有什么两样 奇美部落族人挑出来厘清说明表示 这是专属部落男人的厨房女兵纸布 其实台湾里面只有两个族而已 一个阿美族阿美族就是奇美才有 第二个是蓝鱼 岛屋 岛屋煮的有扫福丁岸 海岸线你看看海边都没有扫福丁的那个 他们没听过说男人厨房 我们奇美很早就有 瑞士乡奇美部落族人 为了附赠已经消失的男人厨房的文化建物 从七年前就开始在山林选定了木头 茅草石头等等所需建材 今年九月份实际成熟 部落族人就齐心合力展开搭建 预计要在这个月底完成启用 里头可是涵盖了 齐美部落阿美族家族男性地位的表征 与对部落照顾的责任 每个柱子它有它那个柱子的定义 像中间这两个 像爸爸大哥会这样 然后谁在支撑谁在支撑这样 就是这个小的柱子 这中间这两个大哥跟父亲 可以女生的吗 不行 不行 因为差不多都是女生的 男人厨房都是男生的 什么叫男人厨房 唯一的财产 男人的唯一的财产 对对对对 这些男人唯一的尊严在这个男人厨房这边 这栋齐美阿美族人称之为 嘎布丁岸男人的厨房和家屋厨房 遥遥相对 每当部落男性上山狩猎捕鱼所得的 鱼获山针 就在这栋男人厨房中主食 并邀请部落家族亲友来共享分食 齐美部落族人借此 要活出传统生活文化 不让部落共同招呼老弱不辱 及分享的精神消失 记者是宇兰瑞岁岁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